嗨,大家好,我是花球小妹 设央老师,赶快上东西 吃我一刀 吃一刀,谁敢这么厉害 小李菜刀,难怪,上菜刀干嘛呀 哎呀,幸好不是,你还吓我一跳呢 这是什么呀,一根一根的 哎呀,全都粘住了 什么这么多袋子 都融化了,但是一点都不影响我吃她的心情 这个糖啊,好像是两种味道的 这边呢,是酸奶味的 这边呢,是黑糖味的 所以吃在嘴里啊,酸酸甜甜 小李菜刀,棒棒糖 嘿嘿,它咋不像菜刀的形状呢 不应该是弯的吗 这也不像啊 你哪里见过菜刀是弯的呀 我见过古代的菜刀是弯的 那武侠片里面的菜刀不都是弯的吗 你又当我没见过世面是吧 这糖是很正宗啊 你说起小李飞刀啊 我就想起来想当年 我看她的心情 那叫一个激动啊 他的绝技就是什么呀 来,演示一个给你们看看 哟哟,吃肯闹,煎苹果子,来一套 这还捏在我手上咋没飞出去啊 来,山老师接着 吃我一刀 天哪,我没看见 飞哪儿去了,飞哪儿去了,飞哪儿去了 我不是故意的 谁叫你不接着呀 都扎我心呢 下手,这不就是个糖吗 世间所有的内向都是聊错了对象 哎呀,恍然大悟,活了几十年了 原来不会聊摊是对象错了的原因 明白了,下次聊天啊 找个好聊的对象 不就得了吗 小李,哎呦呦,掉了 小李菜刀棒棒糖 嘿嘿,太有创意了 让我浮想联天 嗯,好甜啊 那我们本期的小李菜刀棒棒糖就分享到这儿啦 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